大家好 大家好 大家安安 我是鄭鴻怡 歡迎收聽今天的報導全世界 來 今天我們邀請到一位好朋友 他是鄭韻鵬 民進黨現在的發言人 擔任過文宣部主任 組織部主任 來 這個韻鵬兄 你好 鄭大哥 各位親朋朋友 大家好 大家安安 好 鄭韻鵬 他這邊是在土層第一選區 就是古山跟路地 龜山爐族 還有一個十一里叫大貴家 對 以前的土層市 現在叫做土層區 是喔 擱十一里 十一里也不少人 不少人 十萬人 所以你看我順便跟各位報告 土層現在發展得很快 過去是因為要到30萬人 所以擱十一里出來 現在這十一里加起來四十二萬人 差不多成長要幾十萬人 所以土層是很好的 有未來的城市 拜託大家多多支持桃園市 這區有四十幾萬人 四十二萬人 你這區喔 對 我這區 好 頂尾就比一個大貨更大囉 沒有啦 不可以 比一個譬如說新的市跟自己的市 我們自己的市 要去幾萬而已 我也只有一個立委 四十幾萬 好 來 鄭韻鵬委員 我今天邀請他最主要是 我以前有一個節目 好 新聞看透透 那是在高點電視台 那那時候就是九合一大選進行 我印象很沉 就是說那時候我有五位來賓 那麼我就請五位來賓說 來 特別大選 全部幾天 我們來賓票 你不是賓票 還拿一張地圖叫我們月 畫藍綠的還是綠的 有真相 那這個後來鄭韻鵬委員 畫了很多幾乎都是綠的 超過三分之二 那麼他就說 身體會贏 什麼隊會贏 我就 本來我是目標要練下去 那時候讓你笑 我記得我說我們是十一席到十四席 那在場被人家笑 說你就是文選部主任 對 我就說你這些民進黨文宣部主任 你不這樣講 你回去一定會被共甸 所以我其實當時也不相信 可是事後發現九合一大選 民進黨大贏 十三個縣是嗎 柯文哲沒有算 十三個 那如果柯文哲算多少十四個 我勞告一個人 那個 我失誤的就是南投縣 南投縣 你沒有贏 沒有 你那時候我不知道 你節目中的記憶我有說 我說我土豪七的贏 我相信南島贏 不過南島的關鍵是說 副總統 吳敦義副總統出在南島 所以他輸不去 所以我土豪七真的贏 南島對我很遺憾 講真的很遺憾 那時候沒有人敢說土豪的贏 我說有機會 是 因為土豪有這個個性就是說 出大事 大家大部分的時候 就有換政黨 換政府 所以以前中立事件 有徐姓良 對 要是劉邦有命案 就有呂秀蓮 又連任 所以土豪有這個個性 我不相信說兩個副館長 一個插底皮 一個唐烏共抓起來 結果你土豪市民又沒有改變 又真的改變 了解 那那時候我都覺得說 鄭運鵬 可能是文宣部主任 組織部主任 所以他都看到他們自己的民調 沒有 沒有嗎 我不是根據民調的 這樣喔 在台灣早上 你選舉有時候大選拼得出來 嗯 你如果說是議員的選舉有沒有 是說你鄉頂市長 這個我不敢說 對 看民間的選舉 其實都聞得出那個感覺 嗅覺 嗅覺 所以那也不是說 民進黨輸贏 那些沒嘲笑的 對 你如果用民調去做手 其實民意反應不是這樣 你只讓自己更難看而已 對 其實我覺得 我記得古年 那個 胡志強市長 嗯 他們的民調狀況 到最後我認為都是做文宣的 好 所以開出來輸二十幾萬票 你回過頭去看 你怎麼解釋說 你之前的文宣是怎麼樣 那不好 嗯 所以有所本 當然我有看到一些手禮 我老實說 對 不過那手禮不是我的依據 而是我覺得這樣看下來 我記得 去年我們在新的市 跟鄭何大哥也有遇到 是是 林志堅 林志堅市長 我說他贏 你不是說那些人做港 沒有 他們叫我 我說你不定 但是你叫我我就來 不會來 其實我老實說 對新的市民的判斷是這樣的 那時候蘇晟昌主席有這個題目 如果更早一點確定人選 我認為新竹市我們會過半 這樣喔 過半當選 新的市現在我們柯總召 他的費陷到過去的經驗就是 新的市真的我們蔡仁謙做的市長 從當市長到現在 民進黨沒有過半過 但是我認為這一次柯建民還是會贏 甚至會過半當選 這麼多 一次過半 這樣大家才有信心 只有柯建民單獨過半 我認為會單獨過半 其他應該兩三個 國民黨也好 還有其他的進黨 我覺得他們加起來應該不至於會過半 就算不過半 柯建民也會很接近的 很接近50% 那還是會贏 我是覺得這個就是這一次選舉 是選民的期待嘛 也是社會的氣氛 你說有大事 選民才會改變嘛 現在怎麼有什麼大事 我就去年到現在就是大事了 社會的社會在改變 就是說以前喔 我們以前在看選舉 大家比較表面是看支持度 不管是你選總統也好 你看支持度 其實我的經驗我20年來服選 我通常看的是不支持度 什麼叫做不支持度呢 就是說你絕對不會投給民進黨的 絕對不會投給國民黨有幾% 過去我在 我對社長廷17年前在高雄市選舉的時候 那時候社長廷市長在選前 他就拿一份民調去看 他說我們這很難打 不過要贏 他說我們在看的是不支持民進黨 什麼叫不支持民進黨 那時候的小高雄市 沒有合併的高雄縣之前 絕對不投民進黨的45% 所以你民進黨的一半也有55% 對 你如果候選人比較沒打的 或是說四角差去 你差6%你就倒了 對 你就不會過半 那個時候高雄市是這樣 那絕對不投國民黨的 大概只有25% 可是現在從去年九合一選舉 大概開始說 全面性的投給民進黨之後 你看這幾年來 老實說 別說怎麼大建設 至少我們沒有四角差 對 民進黨執政縣市 對不對 因為成績還慢慢看得到 但至少你已經沒有 像苗栗桃園市炒地皮的問題 也不會包工程 也不會讓整個市長說 特權人家親家朋友 現在都在做大官都在亂捕 沒有 所以這個就選民開始有信任 最重要的是說 你去看 絕對不投給民進黨的比例 我認為現在可能不到20% 這樣喔 我們就有80%的空間 可以去優票 所以你說過半 譬如說你絕對20%叫基本半 絕對不投國民黨 說不定會有35樓 所以這個就是差別了 就是說你一個儲點把你蓋住 你要生長要大小就困難 所以我們有時候在看說 你有多少空間可以成長 你就去打拼 你聽說你怎麼算就是48% 老實說你還要打拼也不好 對 所以現在這才是真的是 民主化選仙語能 這個你說選黨也是選人也是 就是讓不同的政黨 都有發揮跟爭取的空間 這樣才這麼民主 所以我覺得這是進步 了解 好 那麼接下來出考題囉 請說 今天就要開手裡就對了 不要說明白開手裡 我們透過鄭運鵬 上一遍敏銳嗅覺 我們來看這遍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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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民進黨來看國民黨就倒敗 對於A級就是姚文智這區 他應該沒有問題 B級是哪一區呢 是北投第一選區 我們吳思堯 跟第四選區林常佐時代力量 我們應該說李朗 我們跟他合作 這兩個是B級戰區 過去的經驗差不多到55-45 你要對決 我們差不多差8-10%左右 9年就贏了 所以這兩個如果非國民黨要當選的話 吳思堯跟林常佐會先當選 再來就是內湖 因為內湖親民黨也有總統好選領 這個我比較不評論 我覺得這世襲 我認為世襲全拿的機會很大 世襲全拿的機會很大 你是說你民進黨嗎 非國民黨 姚文智 姚文智 吳思堯 林常佐跟黃珊珊 Freddy跟黃珊珊 與親民黨有總統好選領 我就不敢說太多 其他世襲大概國民黨的機會比較大 可是你說多大 我覺得你真的國民黨自己要過半 也沒有這個價值 你說這幾個包括信義區也好 上山區也好 你看蔣萬安 大家比較沒經驗 還有會選的問題 所以我也不覺得他可以過半 不過我是比較不敢說那區因為複雜 有很多好選領 我們跟他們的整合其實也都很後段 所以這個部分還要看最後三個禮拜 兩個禮拜 看蔡英文 總統好選領 他怎麼結合 才可以判斷 但是我覺得國民黨應該拿4席以下 4席以下 你剛才說4到5席 我說運氣好在5席 運氣好在5席 無病發言人 OK OK 4席就是在4到5席之間 約了也是這樣 所以他們比較有機會就是 這樣看起來是廢洪泰 蔣乃馨 蔣乃馨 乃士堡 還有什麼人 有時候我們贏都贏不了 那個李玉芳 不是蔣乃馨 蔣萬安 蔣萬安 應該是這樣 我不是說引領洞帥 只是說那邊的整合我們比較慢 對 而且選情在非國民黨人比較多 可是講真的 我也看不出來 他們這些國民黨先任立委 有什麼本事可以過敗 這我老實說 你說蔣民剛有替他們說 一定會倒國運動不扣 只是那就是在野的候選人 他們要多努力 好 那先北市 先北市現在民進都幾個 兩個 林書芬 高智鵬 我們以前 八年前也參加了這兩個 那時候高智鵬也有余天 台中以北就剩這兩席 不是台中以北 嘉義以北 陳北市很大 有12席吧 12席 我認為國民黨不到3席 不到3席 不到3席 甚至國民黨說句 你也不要懷疑 說句 有可能 你笑得一點 我講國民黨不到3席 大家應該覺得天方夜譚 我保證 國民黨真的不到3席 哦 出門 出門 哇 民進都會調的是什麼 高爺也很差 高爺也很差 我覺得像 呂孫林 他應該會是在 5分5分 當時要看那天天氣 李孫林一席一席 一席一席 我先說 為什麼我講我的存在 包括大家覺得新店 我應該是陳永福副議長 我覺得他也一席一席 陳永福以前你們立信店 都拿3席我而已 我聽說現在 我聽說民調我沒所謂 我聽說各方做的民調 都是接近的 哎 對啊 你知道羅明財 羅明財的過境嘛 過境大家也知道嘛 對 那他除了說 很深藍的軍公教的鐵票之外 我也不認為大家要給羅明財過半 嗯 我講真的 另外一區我覺得比較 我比較不敢顧 我在說國民黨還有希望的區 就是 英雄 英雄 英雄因為我們是 李郎李姓長 嗯 他不是民進黨提名的 跟台北市一樣 我就比較沒有那麼有把握 對 我老實說是這樣 對 這次全台灣 你如果真的一席一席問 我都會認為民進黨有提名就有把握 包含金門 嗯 沒有一區一區要放棄 嗯 開出來真的會 包括金門 聽到嗎 包括金門 金門就要翻翻 不過有個區是說 他會過半沒有過半 你金門要過半 我覺得會有難度 嗯 因為過去我們有參加說600票也有 嗯 蔡英文主席 逝尼已經選總統 最多也3千幾票 嗯 這次你就是變成說 你有沒有辦法在三角度 四角度的時候 嗯 啊 你可以相對獲勝 是 那慢慢再來求 先求有再求好嘛 先當選跟台東一樣 跟澎湖一樣 再求過半這樣子 所以新北齊是林淑芬的條 高智鵬的條 他們的對手誰我都不知道 哈哈哈哈哈 我老實說 真的是這樣啦 哈哈哈 然後那個 吳秉瑞 吳秉瑞 啊這個羅智鵬 羅智鵬 羅智鵬 羅智鵬會贏江慧珍嗎 會啊 應該會啦 會喔 聽看起來他其實說不定新北是 民意上面比 比桃園好選耶 啊 我講真的 啊 你還看說台北新北市 江慧珍是做過棒球市長的耶 做過市長 鄉頂頂位很多 哈哈 那就是他們的基本棒 對啊 所以基本棒會過半月 這個才是我考慮的重點 要跟總統一起想 不可以跟他看理會啦 哦 了解 本年前我們也是這樣 一個選舉海嘯 民進黨勝27席 27席裡面更糟是區 區域立委只有13 不分區是14 我們也經過了這段時間嘛 所以這次大家要看 每天一天投票是要跟總統的棒 算進來考慮啦 是 剛才說的是什麼 跟那個張宏露嘛 張宏露 對不對 剛才那個什麼齊鳴 吳齊鳴 吳齊鳴 他也有用的 蘇巧惠 對 蘇巧惠 這個 包括中和的那個 江永昌 江永昌 江永昌贏江慶忠嗎 中和也算很多耶 我聽說 張慶忠的民調非常糟 嗯嗯嗯 非常糟 因為他有半分鐘的事情 對 他們家又是做什麼行李的 土地啦 Motel啦 他其實都是人家說 都是他們家族的事業嘛 是 所以這一次我覺得中和也大有機會 甚至說他的機會很高 嗯嗯嗯 還有什麼 我們坐到慢慢 哈哈哈哈 有啊 剛才算好像九月了嘛 人家太多 有人家也知道 九月了嘛 你就還含一個 陳永福嘛 呂孫霖嘛 還有林德福那個聖長這樣嘛 對對對 就是 哦 所以有可能上九席 我覺得國民黨不到三席啦 國民黨不到三席喔 齁齁齁齁齁齁 所以我們最後會統計喔 看就是說民進黨能不能單獨過半 或者超過六十席 就是明年我可以上節目就看 今天有準嗎 哈哈 哈哈哈 不會啦 不會啦 沒這麼嚴啦 哈哈哈 OK 那你那時候就是佑家鎮 所以今天就叫你來嘛 對 對 我們現在訪問的是鄭運鵬 那鄭運鵬自己 他也要參選桃園的第一選區 也就是 古山 還有盧竹 還有 大貴K 大貴K 十一里 就是本來的桃園市 的七分之一 七分之一 總人口數也是四十二萬人 其實還蠻大的 好 那桃園現在民進黨其實是拔罵 沒有沒半色 很難說說共鵬 共鵬 那現在桃園有六色 所以等一下我們來看桃園 現在的這個戰情怎麼樣 我們先休息一下進廣告 好歡迎繼續收聽 《報道全世界》 我是鄭鴻怡 我們今天邀請到的是鄭運鵬委員 他這一次也是要選 桃園的第一選區 也就是在龜山跟盧竹 還有 大貴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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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一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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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麼這個 因為鄭委員他 以前在我另外一個節目 在分析 在預測九合一大選的時候 超級準 跌破大家的眼鏡 那麼 他說會 十一到十四 十一至十四的館期 那最後加柯文哲是十四個縣市 沒錯 太神準了 所以我這一次特別在邀請他來 來講這個他自己嗅到的氣氛 剛才他已經說到已經我眼鏡又說一句了 台北市國民黨可能存四席 約 對 那麼新北市國民黨可能存三席 甚至於沒有 三以下 三以下 那民進黨可能這樣的話大概可以拿八到九席 因為民進黨可能會至少拿八席 另外還有一個時代力量的黃國昌 對 我們理到兩席李姓常跟黃國昌 對 那黃國昌是時代力量要建立秦皇 他戰力十足 這樣喔 我看全台灣算好選人裡面 挑戰者算紅的 他擺名前幾名 那是他的太陽花的關係 他贏嗎 我認為會贏 我有去跟 因為他的競選總部成立和小英 那張叫我主持 那如果我要去主持當然要查資料 我看過去 你們兩個人 最多拿38% 有一次拿36% 民進黨耶 所以後來我說 黃國昌你不好選喔 所以你如果想說 你如果變38% 這次製作你起跳45% 你就差5%而已 這樣不是很好選的 這樣 有這麼簡單 基本上你就水漲船高嘛 黃國昌 我在看的到底不是數字啦 對 因為黃國昌我電視上有看到 台下的參加的 那些坐的 我相信你主持 你應該會感覺得到 鴻英大哥你看 年輕 我都摳不出這種場面 那就是他的力量了 好 所以你覺得他也會贏 我認為他會贏 這樣喔 OK好 所以這樣國民黨在新北市 按照鄭運鵬委員的估計 是不到三席喔 對 不到三席 那比較有可能的就剩下 永和的林德福 林德福我也覺得贏贏啊 我這樣說就 你都算不算 誰都算 林德福贏贏 我聽說的資料是林德福 狀況不錯 然後剩下的是新店的這個羅明財 對拼陳永福 羅明財一半一半 不 你說林德福 我不好意思我剛才說是陳永福 我說錯了 我說錯了 我想成是那個陳永福 陳永福新店嘛 林德福我認為應該也沒有機會了 沒有什麼 國民黨的林德福 對啊 我認為他不會贏 他不會贏 他不會贏 李信長 我覺得 你現在來看 因為鍾永和 會一起嘛 他的投票行為很 因為我媽媽住在那裡 對 他的投票行為會一起 但是李信長就是要解決他起步太晚的問題 再來看他跟蔡英文是怎麼結合 應該這樣說 這我就不覺得八分之八 因為我剛才有亂起 這我是在 我剛才亂起 你覺得林德福也有機會輸去嗎 有機會啊當然 所以我剛才說的三以下 還是我剛才說頭紅 對 我講了這些數字 我跟大家報告 國民黨貢固你也不要懷疑 哦 OK 那我看我們節目如果痠痠 把我痠狼的笑聲再播一次 這我不是在打公狗 這是真的我誠心認為選區是這樣 你嗅到的氛圍 對對對 我認為是這樣 太好笑了 那我們再來看這個桃園 桃園有六色 現在民進黨貢固嘛 貢固貝尼 現在有廖正景陳學聖楊立環 呂玉玲 陳庚德 陳庚德就是你的對手 對對對 還有孫大謙 這是桃園 對 那郭民黨的存檔 郭民黨 我認為他們已經不到兩席了 當然郭民黨因為拿名朱立倫之後 他們心白和桃園 他們都覺得說 這就是朱立倫效應 可是你真的去心白和桃園 走一段 你敢有看到朱立倫的賞品 所以這兩區是值得研究的 新北跟桃園 不是席次多而已 新北跟桃園 而是國民黨的總統候選人 當過這邊的縣長跟市長 所以你就要去注意 所以說朱立倫排也不好 你想國民黨會存幾席 聽說很多人 很多立華委員候選人 對於老縣長 這一次雖然要選總統 但是那些肖像都不敢給他 都不敢 跟黨部在掛 或是共產黨部聯合一定要掛 其他你在路邊 因為他們沒的牌棒 舊的牌棒都沒有掛朱立倫 還不用說王盧選 所以如果說朱立倫排有效 我覺得他們的這個 12加6 新北12 桃園加6 這18席裡面 他還有一點 扣幾個回來 如果說朱立倫不好的時候 我就還要 告訴他 他們扣什麼立華委的過半 哦 他們的總統的民調 在這幾個區域 包括 那些說明天做的 其實朱立倫都輸二十幾% 啊 這樣你扣什麼 哪個立華委說 我們剛才黏的名字 包括說 朱立倫輸輸人20% 結果這個立華計他20% 這個沒有道理 是 好 來 你的選手 你的贏成功得 會 會 我的任務就是他拚到 做17年 他很資深耶 就資深才是罩門啊 資深如果你做得好 我認為他還 說不定他還有機會 是 你如果想這個 成功得這三個立華 我們想看看 我給大家討論就好 他有大公圈 很傑出 讓你覺得非他不可 沒聽過他 有什麼 還有一個立華 叫呂玉玲 我是參選之後 才知道他是誰 他什麼 他就是以前一個市長的太太 那個市長現在被押起來了 他那貪污案 逃亡五個月 他們老公 是叫陳萬德 這是群代關係 他們去選世紀元 他們老婆裡繼續做理會 這是家族政治 她先生 可能要輔選 我怎麼不知道 因為貪污案被判刑定驗之後 應該要下去 結果這幾個月都一直換給她 換給她公文書不送達 不能來管 過後一直輔選 一直幫她老婆輔選 他要讓港 不能光明正當的出來 要求應該是說 有人出一個新聞 請立法委員呂玉琳 協詢陳萬德 叫他莫洆英人 你做立法 我老實說 立法委員 大家叫立委 叫我順口順口 不知道立委在做什麼 立法委員就是要立法 立法大家要遵守 結果國民黨的立法委員都不守法 你像這樣 叫他們做立委敢對 所以這些人值不值得背頭過半 我覺得才是關鍵 所以張兆良也贏 我覺得也贏 民進黨拿名的五色 都會贏 那楊麗環見鄭寶卿呢 這老將對老將 這區的 我覺得基本盤 除了鄭寶卿自簽以外 文燦在那邊選市長 六個選區裡面市長贏最多 他贏了兩萬六千票 比大家認為說 應該民進黨最穩的 陳奈樹美第二選區 贏的都還多 陳奈樹美那區 鄭寶卿其實只贏了九千票六千票 我這區鄭寶卿贏了兩萬 比鄭寶卿那區贏得很少 又密集又度會 所以我覺得鄭寶卿的機會也非常高 這第四選區 鄭寶卿有機會贏就對了 對 那第三選區陳學勝拚徐建文 那區因為貫穿一些例 已經掛起另外一個選區 所以那個中立 可能跟大家想像的中立 說眷村或比較偏藍的客家族群大 也不太一樣 所以他的機會也很高 誰的機會 當然是 許錦文 立黨提名的許錦文 但是我覺得老實說 陳學勝他還是有一些政策上的形象 我的對手是都沒有 都沒有 坐走近你好像很少看到 在立環園有審什麼法案 沒有他就是長期說 他就是交通委員會的 看到的工程就比較多了 是是是 好 這區選區是廖正錦對陳奈樹美 這一區是六個選區裡面 一開始人跟我說民進黨最穩的區 所以已經可以跳過不討論了 跳過不討論 先跟陳奈樹美講話 孫大謙對趙正宇 這一區你想我們 我們上一次是胡政府 伊朗胡政府 以前前往也40%左右 孫大謙這一次的狀況 其實他不是一個勤奮的立委 不然老實說 他的年輕或他過去的形象 應該足以支撐這個選區 趙正宇是國民黨出身議員 他是最高票 連續三屆都是桃園市 縣議員裡面最高票 所以他的實力堅強 我覺得這個選區 因為他也不是民進黨提名 是我們禮讓的 禮讓這個是什麼黨 他現在沒黨 五黨籍 今年進行就是國民黨的議員 所以在這一區一樣 跟台北市一樣 就是說對於不是民進黨提名的 我就不敢這麼有把握 但是我認爲 與他的戰鬥力跟形象 不會輸存大全 所以加統區5加1 變成國民黨攻估 大家也不要太懷疑 你好像都有重複了 新北市也這樣說 是啊 這是原則 這是嗅覺 你不可能說 譬如說我的選區跟新北市也有接壤 那他們的氣氛一定是大家稍盛 所以一定是感染下來的 所以桃園市 你看國民黨是兩席以下 兩席以下 也有可能共骨 有可能 我們現在訪問的是鄭運鵬委員 過去做過民進黨組織部主任 文宣部主任 現在是發言人 這邊他也要選土層的第一席區 古山 蘆竹跟大塊C 11里 大塊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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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塊K的11里 因為他上次預測實在太準了 所以今天無論如何 請他來談一談他看到的東西 好 待會我們再來看 他說現在的描力 竟然民進黨的民調是贏的 而且贏還蠻多的 我也很意外 等一下我們再來分析 來先休息一下 歡迎繼續收聽《波動轉世界》 我是鄭鴻儀 我們邀請到的是鄭運鵬委員 那麼他來分析選情 這個超審準在九合一大選的時候 來 選得什麼 選得要分官司 選得官 老實說 徐欣穎去選副總統之後 我覺得有些變數 我覺得徐欣穎退了之後 相對國民黨是有利的 不過鄭運鵬說 他這個新的官的選議也很微妙 國民黨的立委是以前民進黨的立委 現在我們二人也是以前國民黨的官長 跟立委 大概有這個狀況 那徐欣穎退出我覺得相對是對國民黨有利 可是我據說 因為他們都很強 而且鄭運鵬的 鄭運鵬過去的經營是很扎實 所以看應該我覺得這個區一半一半 一半一半一半 我沒有那麼熟 我剛才有說過 我跟柯總知道 我覺得他甚至接近過半 甚至過半 那苗栗呢 苗栗這個有趣 苗栗要分兩區 一個山山一個海山 對 其實去年的官長選議 我們海山都贏了 海山 沿海的區 全台灣 包含華聯跟台東 我們其實都贏 國民黨就剩下的 中央山脈周邊的那個保護區 比較保守 對 比較保守 所以海區的狀況應該是很好 我們是杜文青 現在是頂頂 那個萬里的頂頂 另外是比較有趣的 就是說 是說頂頂的吳宜貞 吳宜貞 吳宜貞你要想完 他兩年選第三次了 對 館長選頂 保選立委又第三次 對 所以長期下來 他的民調去贏那個 我們現在的叫徐志榮 國民黨的 我講真的我也不勝手 聽說民調都贏20% 長期 吳宜貞贏20% 贏20% 長期 因為去年在保選的時候 應該在保選的時候 其實沒有那麼明顯 但是我想吳宜貞的努力 大家都看到了 然後他國民黨 也沒有很大的表現 而且還有苗栗 憲政府又快破產 對啊 所以我覺得這種因素下來 苗栗我覺得 我們一席以上應該沒問題 一半一半 一半一半 好 那麼台中呢 台中這就是建庫 六席 台中建庫 現在你們民進都有三省 有何欣存 蔡其昌 黃國書 黃國書 講真的 像台中這個狀況 我還說 我們都穿了一大 你也不 爽朗的大笑 這樣子 我們的挑戰者都強 你包括說 補算的延寬衡有沒有 那時候他只剩兩千幾票 陳世凱 輸千幾票而已 一千幾票 那時候我就在現場開票 算到買了 最好二十分鐘才賓 陳世凱 老實說 最好二十分鐘才輸掉 他買了兩粒是嚴寬衡刀 贏的那些 這次的狀況 比補算的時候 更有利於陳世凱 對 所以我覺得那一區很指標 民進黨應該拿得下來 但是有一個紀國動呢 紀國動應該有的 國民黨有比較多吧 所以更有利於陳世凱 大概是這樣 那盧秀燕會輸嗎 我覺得盧秀燕這種區 我覺得判斷是說 你要看他們的總統會不會過半 這要對總統來比 所以台中 劉國龍還沒拚 那個我就比較沒有把握 所以台中我感覺民進黨 應該四席起跳吧 四席起跳 我的感覺應該不是 台中你就比較保守 因為我不是那麼了解那個地方 教平應該五席也可以 好像洪池庸都很有機會 洪池庸這樣就沒有了 因為洪池庸我認為他會贏 張廖萬間看起來應該也有機會 這樣台中你比我更了解 你們還有一個卸什麼 卸志忠 選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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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們台中挑戰者都是戰將 沒有 台中我知道我有什麼 事件 公公到頂端去 因為你剛才說六席 其實他是八席 他有八席 對 我在拚那個數字 沒鬥起來 有八席力 我覺得民進黨六席以上 八個選區 沒錯 沒錯 對 六席以上 六席以上 有時候也是運氣 你知道楊瓊英 他的口號是什麼嗎 我不知道 請大家票投雙英 這沒有黨紀處分 我是聽人家說 總統投蔡英文 李偉嫂 楊瓊英 其實他算公開說的 如果學校在討論 我聽到的全部都是這樣 尤其是在洪秀珠那個時代 洪秀珠那時候都說 你總統投了什麼我外貫了 甚至說直接恭喜蔡英文 李偉拜託我這個機會 就是國民黨的立委 在連人民這些人 都把他叫做到一半 給民進黨 我們只要把人勾起來就好了 喬州那一半說已經投蔡英文了 那你覺得立委為什麼 還要給陳庚德 還要給國民黨立委 我覺得這個是他們 這些人的投機 我覺得最後對他來說 是重大的失誤 那中華咧 中華是 中華 心白和討論 應該是民進黨在重點 最後二十幾天的重點區 所以彰化四席 對 現在我們一席 我們一席 我覺得我們兩席以上 兩席 一席好像叫什麼 賴數月 就是寶那個什麼 賴數月 陳數月 聽說我們兩個女將都應該很穩 就是陳數月跟黃秀芳 對 黃秀芳對上林昌明 林昌明 雖然是做這麼久 我平常不說太好了 他們兩個我覺得都很有機會 中華在選區是王惠美對陳文斌 最近就是王惠美說陳文斌 今天搞那個叫黑寒 說他投給王惠美 就是投給那個 就是馬英九 馬英九 馬英九說 投給他證明我沒有看錯 沒有錯 證明我沒有錯 是 其實我們的人都很有戰鬥力 包含那個洪宗義議員 其實這個事情陳文斌 有爭起來你知道嗎 大家本來可能不認識他 因為那個公國的事情 怎麼爭起來 不過你去看 仔細觀察一下說 對民進黨也好 對國民黨也好 他們會覺得運 其實國民黨都是女性選區 他們女性選區 他們女性做立委 都是說比大夫的形狀更好 是 好 所以中華有四個選區 王惠美對陳文斌 林昌敏對黃秀芳 對 鄭魯芬對洪宗義 對 我們的議員 張景坤對陳樹岳 陳樹岳是現任的 對 所以你覺得中華你們幾次 兩席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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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總統又吹一個三席四席 也都可能 是 好 那這個是 南投 南投 南投真的是激戰區 因為兩位都算老將 所以一個大概張國欣 大概比較不滿 不過四年前立委就是選的 他是美國的 應該是 科技博士 科技博士 所以他形象上面 不錯 都不錯 不過這兩區也是出味 郭敏棟為什麼讓他覺得 還有競爭歷史 他們兩位留意都入行 馬文君跟許淑華 兩位都女性 對 有時候女性 你看民進黨有什麼 很多官司長都入行 女性的確在未來 我相信他們會 在政治上面 會佔一半以上 會比男性好 就是好得票 現在大家都 你為什麼每天都會被禁掉 都被女婦禁掉 以來總統也被女婦 說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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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怎麼樣 你南投你覺得怎麼樣 南投五分五分 五分五分 一半一半 我覺得看運氣 看運氣 好 這是南投 那麼雲林 嘉義 台南 高雄 平東 有可能你們全在打嗎 其實南投以南就不用再說了 真的嗎 包含我認為台東花蓮 應該兩席都民進黨了 台東是劉兆豪 劉兆豪 花蓮是蕭美琴 蕭美琴 蕭美琴打得下來啊 打得下來 因為原住民不投 我覺得差別很大 所以 那包含這次的平地原住民 跟三地原住民 民進黨應該說不定各拿一席下來 尤其是陳吟 陳吟 還有一個馬要比猴 那是五黨籍的 那就是分進合集嘛 那個三地就是瓦利斯貝林 瓦利斯貝林 沈富凡牧師 對 其實陳吟跟瓦利斯貝林 都很有機會 其實那原住民在那邊選 然後再加上台東跟花蓮 沒有原住民的選票 我認為 那個兩席也都 機會都很大 我覺得說不定花 花東都是民進黨的 你剛才說雲林 嘉義 台南 高雄 平東 全在打嗎 全在打 因為分臨兩席嘛 嘉義兩席 對 台南六席 嘉義七一席 嘉義七 嘉義 嘉義兩席 嘉義七一席 所以嘉義有三席 對 那麼台南六席 台南五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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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我們你去加總數 就是中央黨部的一個某種程度的禁忌 為什麼 因為嘉義人說你民進黨現在選情太好 太吵架 對 但是我個別談不加總 加總是黃毅大哥的事情 加總是我的事情 OK 不承認不否認 是是是 所以議論也沒問題 陳歐普也沒問題 沒問題 我覺得他六席 左右應該沒問題 澎湖洋藥也沒問題 我認為沒問題 是 金門呢 金門 我覺得 陳昌江 三角度 四角度應該沒有問題 這個是我嚇一跳的地方 我聽主席去幫他服選的時候 他說他民調是領先的 因為我金門做兵的 金門的募集 我大概比一般人更了解 但沒有 他民調 我覺得民調超過十五就很困難了 聽說他三十幾 陳昌江 不是 陳昌江這人值得欽佩 從剛剛出比 小板凳 你知道他在經營多久嗎 我知道 真的有成 又散佈一跪 真的說到做到 這個形象很好 好 這個是有關立法委員選舉的部分 這是我們訪問的是鄭運鵬委員 那至於總統呢 小英會拿幾票 朱立倫會拿幾票 宋楚瑜會拿幾票 等一下繼續請教他來 先休息進廣告 我們今天邀請到的是 桃園第一選區的候選人 他選龜山跟盧竹 還有大桂桂十一里 這個鄭運鵬委員 那鄭運鵬現在是民進黨的發言人 過去擔任過文宣部主任 跟組織部的主任 那鄭委員因為他 在九合一大選的時候 我跟邀請節目 五個月 憑 這個預測當時的選情 結果他超級神準 那當時我感覺說 他可能被動選團 完全碰風 虛報選情 不知道我這麼誠實這樣 那想不到事後看 其實他真的很準 不是說五個他最準而已 是真的很準 那所以呢 因為他說 他其實不是看民調 你是自己去 憑那個整個社會的氛圍 那個感覺 有去遭過一年 是有遭過一年 所以你現在是用平的 那現在我剛剛幫他算了一下 大概你們部分區加上區域 六十席是沒有問題的 我們現在的目標就是自己要過半 其他要不動的還是合作的 你不能夠上座說非民進黨不可 所以我們的目標就是這樣子去走 我相信也會比剛你講的高一點 再高一點 比六十席再高一點 我認為會高一點 你覺得時代力量有多少機會 其實你說洪池雄 黃國昌 我覺得都會掉 林昌卓 我覺得台北市也會掉 三海區域立委 就是不分副 不分副我比較不敢說 因為我還是發言人 這比較不好意思 他們不分區應該也是目前為止 我覺得最接近過5%的政黨 講坦白說他們運作算是高 如果過5%就兩席了 所以他們是算很成功的一個新政黨 是啊 有可能未來的第三大黨 有可能 沒有總統好算你們還可以做第三大黨 是很厲害 不簡單 那這個總統改選 蔡英文跟朱立倫你看 因為姚立明是說 蔡英文會贏朱立倫300萬票 你估計呢 我估計沒有那麼多 不過你減10半 減兩聲左右 兩百多萬五十萬左右 我覺得合理 以現在的民調 因為我先講一下 為什麼我不太立委選舉 跟官長選舉 有什麼我沒有說用民調 因為民調對民進黨來說 是絕對機密 所以我都不知道 人家的民調 所以我們就靠嗅覺這樣子 看新聞看氣氛 所以現在總統的選情就看得到 民體都在做 我覺得那個民調低估了 國民黨的實力 所以我覺得朱立倫倒出來 應該會有38%左右 宋楚瑜大概會有6%到8% 這樣應該會有45 46 應該蔡主席會拿到55左右 應該這樣去算 所以你就贏10多 你就贏比如說55比38 這樣贏17% 18%就差不多200多萬票 所以55% 如果是這一次可能 這個投票率不會那麼高 我覺得還好 我們投票率總統選舉 歷來最低的一次 應該就是4年前 72% 所以今年會比那個低 我覺得不盡 因為社會處於一個很希望國民黨倒的一個氣氛 還有民進黨贏 還有過半 我覺得投票議員算高 那如果比上次高 其實1%也有13萬票 差不多 差不多開12000 12000還是13000票出來 那這樣的話 如果蔡英文拿到55% 應該是有機會拿到700萬票 接近 我覺得接近 應該值得這個選票 對不對 那如果他600 我想他應該在650到700萬票 差不多 那如果是這樣的話 租利潤應該是在400多萬票左右 差不多 應該叫 現在民調是嚴重低估 因為國民黨羞於表態 所以如果說開 他民調算19% 開一倍出來38% 這也不簡單 是 所以如果照你這樣講的話 大概宋楚瑜大概100萬票左右 差不多 我認為120以下 那麼朱利潤應該在450萬票左右 應該會以下 一點點 以下 一點點 這數字都趴手 跟絕對數字 我沒說真的 我沒去計算 我感覺是這樣 所以朱利潤就 你不覺得他值得500萬票 對吧 你如果說不就是我講我多假 老實說 朱利潤大概是這樣 因為他在台北館 申報跟土豪就沒有票房了 他要扣什麼 是 就這樣 OK 那麼所以這個 蔡英文應該在650到700萬票左右 應該是這樣 所以 未來新的國會議長就換人了嗎 要換人 換黨換人 一定是 不可能給王金平了 不應該吧 對啊 哪有說不應該 如果你們這樣看過 我這樣想 黃金平做部分區第一名 應該國民黨也有考慮過多 對啦 我猜啦 他在想的如意算盤是說 我 沒有過半還減兩三色 可以用他的影響來 可是我認為國民黨距離 過半的票數 57席已經距離太遠了 你覺得國民黨這樣拿起來多少 幾席 40席 30幾席 八民而已 十幾席 那他部分區也有十幾席 你算十二的 好吧 你去哪裡算他有二十八的 你叫國民黨現在開二十八的名單給你看 他都開不出來 開不出來 這樣加起來是40席 對 不是57席 這個是很客觀的 對 如果總統你差250萬票 標是什麼 其實三個立委選區裡面 他其實平均差到了四萬票左右 三萬五到四萬 那個是用任何的金錢資源系統 買不到 弄不到的票 那最後再問 你覺得國民黨酸塑料的主席 是什麼 這個我真的沒想過 沒想過 我覺得王院長 洪秀柱 朱立倫 甚至馬英九都會想 吳敦毅不想 吳敦毅也會想 我覺得是 郝隆邊會調嗎 你說 基隆 他要調 也是剛好30幾席40席 抓到的 他不會是那種過半當選 所以我認為基隆應該 民進黨要在這種 相對獲勝的條件之下 我認為蔡世穎還是比郝隆兵強 這樣喔 比較有機會 林佑昌做得不錯 這樣喔 好 我們訪問的是 鄭運鵬委員 他選拖紅蝶選哭 歸山盧竹 大過客有十個禮 大家支持 感謝 好 那我們今天節目進行到這邊 感謝大家收聽 明天同一時間再見 拜拜 祝 stays 祝 populations olsun 你